老闆将百元超丢往天空 主管门往地上爬 争抢自己今年的年终奖金 任职于补教业十年的Sam 即使过了多年 依然难忘尾牙这么不堪的场面 而跟他一样有不愉快体验的 还有饭店业的Karina 曾在尾牙被要求在老闆面前跳宴舞 倒酒 还抽中不实用的家用电话机 让他当场以200块转卖给同事 我自己的经验在饭店业 其实零到年终真的都很少 有时候不到一个月 也曾经 因为我在带过不同的饭店 最少大概就一两千 对一两千就连一包红包 我都包不出去 我们到了现场就是开始 rehearsal 然后开始在准备一些相关的表演 所以整趟下来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娱乐老板虐待员工 我觉得你倒不如就发个奖金 为了我们或其实在补教 没有所谓的放假这件事情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甩开疫情阴霾 今年有将近89%的企业 将举办尾压与发放年终奖金 比例也创下近年来新高 而今年年终奖金的基数 平均值若在1.32个月 比去年多了2.7天 也创下6年来次高 消费金融人还是蛮多的情况下 确实他们已经在年终奖金的基数 是个11年霸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科技也虽然这个阶段情况 是比较弱势一些 不过毕竟他们还是有蛮多的 像AI的题材 或者甚至一些绿能的题材 情况下 其实他们业绩其实也没有比往年衰退太多 其实年终奖金的数字 其实也排名在前三名的一个部分 前两年几乎都是线上抽奖的 对 然后像今年的话 就是会部六七成 然后今年雇主的话 比较多的话 就是蔡林他有推出新的单曲 欧拉拉拉 然后或者是巨爱的的 那个就是蛮红的 连任神奇些大明星啊 都有在跳 至于员工最想要的尾牙礼品 依序是现金 智慧型手机 汽车 百货与超商礼券 人资专家建议 若经营者在尾牙上宣布明年调薪 可以安定员工人心与激励士气 更有助提高忠诚度 记者顾灿永 台北采访报道